中新网6月8日电综合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 美国与墨西哥达成协议 将暂停对墨西哥的关税措施 此前 墨西哥外交部长埃布拉德表示 为解决情势紧张的移民争端 和美方在美国务院展开的谈话有所进展 据悉 为向墨西哥施压解决非法移民问题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0日表示 美国将从6月10日起对所有墨西哥输美商品 加征5%关税 若问题得不到解决 加征税率将逐月提高 直至25% 墨西哥外交部长马赛洛埃布拉德日前抵达华盛顿 并于5日在白宫与美国副总统彭斯 国务卿蓬佩奥等会谈 希望在最后期限之前与美方达成协议 以避免加征关税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